VP是2比1暂时领先 上一局的话也是打了一个 算是一个膀胱局吧 双方都选择了一个比较拖后的阵容 中期比较沉闷 对 中期是一直在对刷 然后最终的话 VP还是在美杜莎装备成型之后 把握了一波强势期 一波带走了反带提克 VP的话虽然说是打快节色的著称 但是也还是会玩美杜莎这样的英雄 对 感觉VP是在关键局会祭出美杜莎 反带提克的话 这场比赛 就这几场比赛打下来 给人的感觉是 他们这个队伍的打法是比较被动的 就是很少会主动出去找机会 哪怕他们中期有一波是 他们的关键装成型 就是当时是猴子龙心 然后露娜做出BKB的时候 感觉可以打 他没有打 然后再等一波装备 潮汐出了刷新球 他们还是没有打 英雄池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固定 变化不是很多 这一局的话 反带提克是抢了一手夜魔 没有这个拉比克了 对 他们前两局都是拉比克配上上古巨神 是的 他们从上一个BO3到这个BO5 应该是连续使用了5G拉比克 是的 然后这一局是换了一下四号位夜魔 一阶其实四号位的英雄池还是很深的 对 有这个前期打线上游走的 也有野区的这些英雄 感觉功能线上面还是夜魔要好一点 拉比克这个英雄在中后期真的发射空间不是很大 反带提克这边第一轮办了发条小小和土猫 然后VP的半人是全能冰魂 还有一手海民 这把土猫是选不到了 对 给他放出来的还有像是霍兰之源 对 霍兰之源独狗 独狗对吧 这两个五号位都在 独狗这局的话就配不了土猫了 Leo好像不是很喜欢用大牛 不然的话想个独狗大牛还不错 Leo其实英雄池也特别是 对像是以前四号位大鱼 四号位蚂蚁 死灵飞龙 精灵 还有野区小鹿全都会玩 VP的这一轮连点又是在想 其实想个独狗还是不错的 因为夜魔还是一个进攻性比较强的将游 哦 小Y 小Y配什么呢 杀王 小Y加上SK 换了一套辅助组合 不过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英雄 这是一个小控制特别多的组合 有先手对吧 小控制小技能很厉害 加上推进 哦 强选了 这把是关键局来了 对 之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点 他们也想了一下 为什么对面三四手老是要办的 是不是怕我们 怕我们这个英雄吧 对 那还不如早点选 之前一个BO3加这个BO5 一共六场比赛 每一场比赛的第二轮都是B版Tinker的 然后Fanatic也是每场比赛第一轮都不选 然后在这一场关键局 如果他们输了就第二的局里面 是在第一轮抢出了Abad的一个地精修补将 这样的话是因为他们是先选嘛 所以说对面是连点之后 他们最后一手选出TK 可以三四手扳掉两个TK比较怕的 对 当然如果投影也可以不扳 反正他们之前选TK也是不怕被针对的 对 我这个二手选正常应该来说是要扳一下的 目前来看Tinker比较怕的英雄 就是三号位的发条小强 中单蓝猫嘛 对 一号位上的话比较好打TK的就是优鬼 对 对 还剩五秒 这个版本我看到一些 守夜机里面的Tinker面对这些英雄 是会出PK病的 请Fnatic战队禁用英雄 飞机是扮了水人美毒杀 对面选出TK的情况下 还是扳这两个大核心 因为Fnatic之前打比赛风格 看下来就是这样 一场就是会选这个双大核往后面拖 还剩十秒 还剩五秒 克修补将应该是比较多的 就是光是三四手去搬还是搬不完的 嗯 感觉扮一个蓝猫比较好 搬那个剑胜 对 剑胜的话应该是可以 他是可以顶着这个机器人去推进的 带一个治疗守卫 前期打那些甩技能的英雄 我现在来说好用一点 对 但是修补将怕来是那种能够定位的 开图的一个能切 还剩十秒 这种斯兰猫幽鬼 包括蝙蝠这样的 蝙蝠先知 还剩五秒 然后就是一线能够做高抬眼 高抬眼是比较可 第三手看一下VP的选人 包括修补将线上也是比较怕被游的 嗯 这局倒是感觉Fanatic是可以给E1选一个蚂蚁 打架 然后解放酱油 让夜魔多帮一下钟 也可以考虑选择一个赏金 打一个夜魔赏金双功能型酱油 这样可以后期形成一个赏金跟Tinker的配合 标记导弹 夜魔Tinker本身已经是配合了 后期夜魔可以A仗开视野 加Tinker的一个导弹 这个组合之前VP应该是用过的 对 VP是这个 机械化部队嘛 对 发条加上TK 各种导弹 寿王 寿王就是比较针对TK的 就是一个能控视野的英雄 而且节奏也很快 这一局感觉VP想推 寿王小歪 中期的这一波召唤物蛇望推进还是很强的 寿王小歪 他可能会配这个光环英雄 一号位可能会选VS VSVN都行 但是推的话呢 这局有TK对吧 恩 本来TK如果说觉得对面推进比较强的话 是可以再补一手冰龙的 对 他们这边是冰龙可以打五号位 冰龙也比较克这种召唤物阵容 冰龙也克兽王呀 因为兽王出死灵书的嘛 对 我要强调线上宝人可以选VV V的话也是个线上比较克兽王 然后可以担保人 请VP战队挑选VSVN 就是针对这下兽王 正好这个英雄他担保人能力比较强 玉姆蜘蛛又来了 又来了 但是这边VP战队可以四手针对一下 针对选一手英雄 要选钢贝兽吧 其实意义的火猫是玩的很好的 但这个版本火猫不厉害对 可以打蜘蛛 还剩五秒 有的可以选个钢贝啊 他们需要一个人顶前面对吧 又可以兑现打蜘蛛的 有一个全排 这个蜘蛛是 Fanatic在第一盘输掉之后 然后经过了二三局 有点淡忘了 然后这一局 稍微忘了一下 然后又被放出来了 这把他主要就是三四手 班人是 班了一个TK比较怕的 又班了一个剑圣 就是剑圣主要是跟 就是跟这个VP 角YP组成的线上比较强 用斧王去打蜘蛛 对吧 对面的净战也比较多 现在是一个三净战 这一局是用三号为打蜘蛛 留了一手意义的核心英雄 也有可能这个修补将 这就会跑边路去 还剩五秒 要避开蜘蛛 最后一手的半人 啊半了斯文 这个确实是不错的 这个斧王 讲道理也是好久没看到了 对 这局又不是打蜘蛛 估计都想不到谁 这个英雄 伍王这个英雄也就是 比较克制剑圣这样的核心 打别的英雄都效果比较一般 他和人马差不多 线上其实也不是很强势 比较容易被挂 又需要把跳刀 对还需要出跳 但斧王这个英雄打到后期 其实挺厉害的 对 他有一手无什么面的团控 他的控制质量比较高 最后一手半人 VP是留了一手 No One的中单 而且是候选 这个点Fanatic很难去读出来 只能是尽量办一下自己怕的 我觉得就办一个蓝猫就可以 VP这一局如果说中期 真的想强推的话 中路可能会选一个龙骑圣堂这样的英雄 如果说针对阵容来考虑的话 还是蓝猫最适合 在后期是可以关Tinker的 请Fanatic战队挑选英雄 他想的就是对面选剃刀 他们这边分路就很难分 线上太强势 还剩10秒 VP其实这个阵容选个宙斯也许 请VP阵队挑选一会儿 大圣 也是带有一定AOE能力的核心 线上比较强 这样的话是不是更适合选蓝猫了 这蓝猫是一个克两个 对 又克大圣又克TK 是的 还剩10秒 还剩5秒 哦 还是强推 才选露娜 双光环 他的思路还是转换到配兽王 对 露娜光环配兽王光环 再加上小Y的这个蛇豹 嗯 这局VP的阵容思路很明确 就是要中期来推进了 然后呢 Hanatic这边的防推进能力 主要是靠Tinker 这局的露娜是给Noran去玩的 是的 还是Rameses去操刀这个蜘蛛 嗯 这是他练的一手绝活 然后这一局呢 跟第一局还是比较像 主要看线上的一个对线情况 府王这边能不能碰到蜘蛛 而且打蜘蛛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但是这局呢 其实VP想推呢 并不是特别好推的 对 因为对面的话是有斧王对吧 除了跳刀之后可以打先手 最主要是有个修补将在 对 这个TinkerVP不太好抓 他们这个阵容的切入能力 是比较一般的 只能是打真地战推进 没有特别强的先手 所以Tinker 只要在安全位置刷机器人的话 这个VP很难推得起来 他们这个阵容呢 虽然说推进能力很强 但是恢复能力很弱 所以被机器人消耗之后呢 他们是没有这种战场的 临时恢复能力的 血量回不上来 没有人适合出没肯 这一点是他们这种不太好的一点 所以反正Tinker 那个第二轮的剑胜办的 还是挺有道理的 如果剑胜推的话就有个奶棒 对吧 大家也看这局蜘蛛到底发挥怎么样 对吧 这局蜘蛛的发挥 还是跟前期分路是有关的 虽然说虎王是 其实虎王这个英雄打蜘蛛 我觉得也不能说是克蜘蛛吧 他只能说是不会被蜘蛛打得太舒服 能够保护防御塔 蜘蛛打虎王呢 只能说是 只能说是 虎王不怕蜘蛛 不怕蜘蛛 但是其实主动性还是在蜘蛛手里的 对 因为蜘蛛叫降渔过来 还是比较好击杀虎王 是的 这样双方这个比赛已经是开始了 真是好打蜘蛛的 还是像是刚倍速黑弦这样的 就是有这种主动的持续 消耗蜘蛛血量的技能 之前看这个比赛 很多队伍喜欢拿虎王去打蜘蛛 但是效果往往都不好 就是 经常就是降渔一来 这个蜘蛛就要死 因为蜘蛛还是比较被动 然后这个等级下去之后 这个蜘蛛打蜘蛛 蜘蛛就打不过了 就是蜘蛛这英雄别人不打他 他就没用 蜘蛛蜘蛛说我们要开悟了 我们要开悟了 你们准备好 的确是开悟了 这个地方还真的是破了一个悟 诶 拿标记 给谭太乐保护一下 SK其实刚才那个距离是 再往前跟一步应该是能刺的 他是有鞋的 是的 还是打的还边打边聊 中路放网 小歪这个物还在 过来点一个现眼 这局是Lio的小歪 然后Artsdale打了一个四号位杀王 这个狐王需要判断一下蜘蛛的位置 通过他们自己的眼位 看到了中路放网 然后下路的眼位 还没有看到人哄 这个Tinker是要走边路的 这个很有用 这一局 对因为他们 这局就是谁走边路也说不准 对 就是看这个蜘蛛去那边 主要是根据蜘蛛来的 中单目前是一个大圣 然后对的是蜘蛛 想的话下路这边是一个钢三 SK小歪 这边是准备拿衣血 SK小歪树里面一藏 就等人过来 大圣对蜘蛛也是可以打的 他有一个比较好的攻击距离 加上还有被动 对现在主要蜘蛛是没隐身 对 就是说 哎来了来了 就这边 四 所以说拉 拉住 我应该是稳大了 我会死了 呃 好像刚才是 对 好像热水有点慢 可能 我会死了 只要是 我走位来避开大圣 尽量不让他出被动 这个中路这个线就这么短啊 这个 什么所谓 被倒被碰到 对 还是被动打出来了 还是被动打出来了 上路 Tinker是在线上对一个兽王 这样的话TK应该是无血肥的 这个蜘蛛感觉面对大圣不好打 对 蜘蛛星看到大圣是 这个 哎 哎 这天灰信使放在放在地上 被 是不是给杀了 这个 致命失误啊 是的 对 对 他运这个小鸡的时候呢 又动了一下小鸡 对 这是送了笔钱啊 困戒了 这个前期送小鸡比送人头还要多 一板 三下 往前跟 还在反咬 四下 蓝星虽然是打的比较浪的 对 他的伏击也不是很多 大声的吃了一个大药 就是直接是一个芒果加兔 还是站在这个网里面是能回血 是的 反正 那乐意 现在操作小蜘蛛 哎 这边下路的话是 又动了一波手吧 我要先消耗一下 拉了一波也 哎 蜘蛛就控了一个加速 血量已经回的差不多了 大圣压蜘蛛也是只压了第一波 后面反正就不太好压了 后面这个小蜘蛛多了 对 他的AO能力都是很强 而且蜘蛛在网里面移速是特别快 是的 直接一板 下这边是又动了一波手 强杀火 王子再次被击杀 这个时候要死 没技能被卡位 也要 没一下 都玩一个双杀 那这样的话 下路这边弗莱特是炸的呀 是的 我还是这个线上太弱 对 这些 长手 长手英雄 而且这把对面这个线又特别厉害 对吧 不纳攻三 这也就没办法 但是听客必须要保 嗯 听客不能去扛压 他只能放一点 对 然后中大圣打的也效果一般 不太舒服 哈哈哈 开始断兵 塔后 两轮骑手 咬这个乌烟 然后再把小蜘蛛拉走 操作是很细 是的 这边有双操 再吐 再咬 他是打不过蜘蛛了呀 已经 他还是没有持续AOE 这个蜘蛛太灵活了 对 而且这个时候再换 斧王过来也来不及了 这个斧王也很崩 斧王过来是肯定也一样的 蜘蛛吊打的 对 这样的话 这个斧王现在就是 感觉没什么地方能去了 是的 这边穿刺过来 大胜反cd 咬 再吐 再跟着咬 再咬 再吐 放网 哎 没蓝了 再咬一轮 最后两下冲上高地 咬死了 在反咬这个乌烟 SP还有刺吗 再刺一下 诅咒伤害 应该是有机会跳死这30滴血 跳死了 但这已经是蜘蛛完成了双杀 是的 经验全收 这一波还是血战 而且是一个四分钟冲到了高地 在这个位置杀死的意义 这死的也是有点憋屈 这个蜘蛛就是三级之后小蜘蛛一多 对吧 叫个叫一过来就很好杀人 是的 现在斧王下落是完全补不了刀 感觉这Fnatic这个蜘蛛没搬 还是必须上了一个漏洞 忽视了 大意了 Tinker的话 发育还可以 但是感觉这个追线期马上就要过去了 这边VP要动起来了 Fnatic是先动了一波 想找一波露娜 发现杀王 穿刺一下露娜 想掩护 给到月光 这边给点灯 这个SK是 下一手虚空 SK是要死的 我想临死前刺一下 这个蜘蛛已经是越塔越二塔在追这个大圣了 再A再兔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打过来一张TP 这个大圣是已经被打成 感觉是已经力不从心了 天灰中塔 这个蜘蛛有点厉害 又通关了 6级 3级往3级捕蜘蛛 做了一个勋章 这个TK不在线上 这个术王也是补了一波 对 补到也是比较多 大圣也是6级 等级是还可以的 大圣这个板不能轻易的用 一个保命技能 大王来多看一下情况 带了一个假眼 诶 这门夜魔包过来想 想找下蜘蛛 蜘蛛也在 但是小蜘蛛很多 如果轻易动手的话 可能要死一个人自己 小蜘蛛非常多 上路这边小歪配合兽王找到了Tinker 夜魔赶紧过来救了 Tinker不能死 诶 还是要死了 对 来的夜魔他是没有什么太长的 换掉一个小歪 尤其可以接受 大圣打到上路来 这边露娜踢过来 那这波直接放大 直接开大招 再配合 但是这个伤害被分摊了 这只是掩护一下 还有小兵 但是全打到上路来之后 这个蜘蛛在中路 就是无敌的呀 这个Tinker怎么敢来中路的 这个时候Tinker来中路 碰到蜘蛛不是肯定死吗 而且队友已经踢到了上路 这一波abide我觉得是 他是想在中路刷这个机器人 然后把这个线推上去 但是没想到这个蜘蛛和SK对吧 蹲了他一波 对 这个Tinker就越奔了 随便冲塔 Tinker连死两次 对 线上这局VP就是双核军级领先 还是因为这个蜘蛛的问题呀 对 跟第一局现在其实形式是一样的 就是他选的这几个英雄 都处理不了蜘蛛 第一局是孽主 没有打过 然后对局换了一个斧王 没有打 是选择上大胜去对 其实也没有对过 大胜是一几的时候对吧 对一几还行 后面打不过了 中路 哎呦 好 这把这放弃了 这里一个塔后眼 看到了Tinker的位置 在二塔处连被杀两次 这把感觉已经记了 板上钉钉了吗 板上钉钉了 团队最最核心的一个点 对吧 反正这个打OG第二局的时候 你也是这么说的 对线期之后 那局是 那局讲到的 应该是VP 应该是这个 OG 就是一个91开的局 然后送出的 所以这局是要看VP自己出不出问题 如果不出问题的话 应该是能有 这局VP就只能输在 跟OG手上 是吧 下路这边 水河 行进来找一下 福王 放开树 直接过来有盲刺吗 看到了 好一下好多小怪 没用 三个人 也没人过来支援 夜魔这个时候提提 已经晚了 再踢下来就是跟着一起 上路看到一个露娜 这个听客只加了一级的激光 没有什么进攻性 他是变了三级的这个机器人的 对 等级也发生很高 蜘蛛现在这一路已经没人敢去了呀 现在我也是不敢在这个边上野区跑 事业全部铺好 现在已经是弗奈特克野区 就是半场被VP开了全区 现在VP这个一手绝活蜘蛛 然后一手美毒刹球稳 这两手英雄的胜率非常高 中国队怎么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蜘蛛存在呢 中国队是有人玩蜘蛛的 有人妈会玩 AM也玩 比赛里但是感觉来没有这种效果 这把其实他蜘蛛是四周先的对吧 就是弗奈特克在第二轮是候选 就是已经给了弗奈特克一手 轮次让你去来针对蜘蛛 但是后来还是 感觉还是针对不了 他不是用斧王来针对 但是之后还是没效果 他没让斧王去对蜘蛛 就是对线没对到蜘蛛 对 这个斧王等于是白血 又开始冲塔了 大圣想放大了 大圣想放大了 还是猪在分着拉 拉两波 现在已经是VP在对面的这个半场刷拳了 大王开悟 也去当成自己家了 带兽王一击输 来了 然后这个位置 主头开数 四小歪电 大 大招断一手白杀 王还是死 大圣想放大招 你的蛇棒 你竟然正要死 SKTP是被断断了 有一手刺 还死了 小цы 这只可 Sod 导致我制圆的很快 来了三个人 否冯 虽然死了 但是更亏啊 这边蜘蛛在中路带线 然后露娜在上路带线 暂停了一下 现在是十分钟 十一分钟不到 领先了七千经纪 蜘蛛蜘蛛一个人六千五 做出了暗灭 跟他上一局出装 第一局出装还是一样的 他的这个出装是比较扎实的 天灰上塔正受到攻击 对啊 虎王的位置非常尴尬 还是出现目的想把这个线占住啊 对 这红线能刷钱 因为现在也去也刷不了 王现在太穷了 翻不塔 一到月光 正不到 不敢再上去了 前面的希望就是这个Tinker了 这个Tinker连续阵亡三次之后 他的这个经济也是 还在紧空间 030 Tinker中路那几波连续阵亡是太伤了 本来先上 本来Tinker珠宝的就是这个Tinker 他就像大胜对蜘蛛 然后王扛压的 但结果Tinker这个也疯了 那就没有希望了感觉 本来这个反正我感觉这个队跟King군有点像 那如果奔的话 就基本没了 对 很难有第二个点的阵 过来双倍神福加 灭过来打盾 圣王过来给一个光环 满皮光环 哈啥的一个一三对点 再招一本书 这样这个盾是稳控 然后夜王这边动手 小Y被拉住 马上过来反打 刚刚拿完盾的蜘蛛 带双倍 直接咬死 两口咬死一个 小Y是被诅咒死了 在扑完往前追 大圣TK跑的是比较快 嗯 我们这个酱油互换 张鲁哥过来推塔 没提这个中推得也很快啊 封脸都大加上一个暗灭蜘蛛 没得机会 这一局带现也是要格外的小心啊 就把跳刀 特别难做出来 他们现在主要是刷钱肩质 因为这个蜘蛛给压缩了 因为运来一个封脸 封脸暗灭 我好像是先出先锋盾的话 那这把跳刀就更慢了 对 这先锋盾都没做出来 先锋盾你看他这个线 这波线就不敢 现在是线也就站不住了 不敢再这个往前推了 感觉心里有点发毛对吧 两个想要包了一下小歪 这个可以杀 有一个组队 这个小歪是稳杀的 但是队友赶了过来 小歪是临死先铁的一手 杨SK是你的表姐 没想来 兽王在刷跳刀刷Tinker 他是在一级输之后 准备直接出跳 然后再把这个三级输做出来 这样的话就多一个先手 SK凝手跳了 对 只不过上路先埋伏一下 应该是沟通 叫兽王一起过来 但是大圣已经把这波先清掉 这里有所VP的视野 这个眼神能看到大圣的一个动向 就是兽王已经包过来了 来了 这边跳刺 再走 再给斧头 砍 诶 兽王是没守得招死灵 说啊 SK这波大招也没也没摇啊 再是一个刺 王过来杀王原地埋伤 撤一下 兽王的话没走掉 这波SK没交大 对 这波 这波 蜘蛛来了 摇草 非常快 特别高 再次叫乌依 谈谈乐 好 天灰下塔 那死了的话是被谈了一下 再谈过来 天灰建筑 那单发 这波是VP省技能了 沙王没有放大招 然后兽王怎么又开出 SK刚才应该是有大的吧 他刚才就是刺摇大 兽王接吼 温沙的 这个大招 诶 这里利尔中路 一个空插接捆 单杀了 Pinker 哎呦 我这天 加速小歪 利尔这边有个眼位 感觉 获莱特已经 抽移有点大了 玉母之珠15分钟 星系将近1万 这感觉就是对面 三条线都能带 然后这三条线上 都有击杀能力 嗯 写着三条线都战不住 一眼军团正在扫描 一个扫描 发现有人 有个虎王 发现这个 经济可以展望一下 跳刀 再存钱 这个时间 虎王不能再死了 哎 要买先锋盾吗 哦 还是买了先锋盾 那跳又要再等一段时间 沙王在跟 虎王的位置 出来 看他这个线能不能站住啊 站住这个跳起 实在挺快的 这个虎王有点危险 虎王这边 刚出先锋盾 叶魔的 一送盘 还好 这波叶魔死了 不然就是这虎王死 那么叶魔只能说 帮这个虎王 挡了一枪 好吧 这是一个五号位叶魔 主王是马上踢到中路二塔 现在在琢磨什么地方还能刷到钱 挤牙膏 但是现在这个刷点钱真的困难 这边大圣好像被这个蜘蛛在追 这蜘蛛是能无视地形的 被SK一个刺 跳走 这边一个板 给一个潘泰洛 但是 这波是不太SK摇大了 掩护一下 它是感觉是 弗莱特就会蹲这个蜘蛛 第二条命令 弗莱特就直接怂了 受网2700 露娜马上分身 露娜刷地非常快啊 经济是不比蜘蛛差 16分钟 经济领先已经是达到了14000 非常可怕 蜘蛛的出装很稳健 走BKB 他这把跳刀真的难刷 没有什么安全的兵线 刷野 效率比较低 大圣在出暗命 府王这把跳是比较关键的 是他们唯一的一个先手点 也是一个反手点 VP要开悟 兽王有跳刀 诶 这个位置有眼 眼下开悟 看到了VP这波开悟 反正T应该是要怂一波 这波开悟是 抓不到人 收到高地了已经 诶 不是吧 他以为自己怎么走下来了 他以为自己没有到这么深的位置 过来收场 大标咬虎王 咬得非常快 直接咬死 有网吗 连锁反应了呀 开了风脸 放不了我 这波下也是 不应该是这TK下来啊 应该让这个小弟下去探探路啊 是的 大哥直接下来 让这个夜魔下去吧 BK怎么跑下去 反一下收了好多钱 直接开BKB 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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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出来TK已经被打闷了 中大都没参团 在自己刷钱 有点被捶的这个晕头转向的 不知道该怎么玩了 BKD没有 想先撤下无一过来放一个诅咒 打一套大声放大招 之后放大招板咬 现在吸血 但咬不过 Tinker来了 对 那瘦王是 其实他可以直接把这蜘蛛卖掉的 跳走 蜘蛛是送了819 瘦王 达克没板 蜘蛛踢回去了 这一波的话VP是两个人直接上高地啊 对我没有跟 Luna是在自己刷钱 分身斧做出来很快又补了一个魔龙枪 然后再出BKD 经济是快超过蜘蛛了 蜘蛛死了给多少钱 马上路 一层大队来了 小歪这波尤死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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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大胜配巫医又击杀了个Luna 那这样的话经济打回来特别多 难道又要发生那个滑铁卢了吗 看一下这两波经济 呃之前一度领先到了一万五 然后打到了一万三打回两千经济 因为这一局VP的优势特别大 所以说这个双核死是给给钱给非常多的 这个斧王已经看到了 难道VP要走OG的后权 这一局如果VP要输的话 他得连续死这么两三次才行 光死一次不够 现在这个虽然是送了 但是前期这个积累的优势比较大 可以吃老本 来 如果让他去 不够 这里是弗达提格放了一眼 在抱团打上 他这看这个虎王节奏好吧 这虎王现在有跳了前面虎王是没跳的 这波在蹲人,老鹰这边已经是看到了这个位置,马上跳走 露娜的话在晚上的视野跟夜魔是一样的,都是1800,她把被动点满 只要是这个露娜在,视野能看得很远,这个地方往中路开悟,要包中,开始在赵王 露线再反到上路来 小Y这边是好像被夜魔看到了 想找兽王 微光披风先手,找到了,卡虎 大胜跟上 两段跳给一个一板 踢的是SK 夜魔兽王还是死了 他是觉得对面应该是走了 这是慧光,然后补大根 这个四半分四秒比今天是一样的 夜眼上卡已被摧毁 那经济还是VP领先 一万一,双核还是一个绝对的经济优质 但之前是一万五,被打回了四千 关键的这个经济是露娜斐 是比较扎实的 这个英雄还是有点泡沫 诶,这边 夜眼上塔 诶,这边,TK 被刺,晉身,直接秒掉 有留意啊 只要被,切到,被这个蜘蛛切到就秒死 发现一个杀王,打死 杀王是被带走,这边看BPB 抢咬这边乌一,四口直接咬死 这边小鸡是看无敌走 但是这个,并没有逃过这个蜘蛛的魔爪 诶,这里大胜 发生死了,跑到这边去了 这边也突然凤了 这波是,应该想支援队友 这边还有夜魔 夜魔应该走不了啊 这飞是已经用过了 蜘蛛人的无视地形 但是夜魔还是跑不追他 这波可以回来控盾也可以上高 感觉控盾比较稳 没凭想直接逼一波高 因为这波Tinker是死了 逼高的话 这个TK马上活了 来了 可以试这一波 他这个高地塔已经是没有什么血了 对,拆得很快的 这波,第二手塔袍 不敢上,被弹到了,跳不出来 PK是飞中 但是感觉守不了这个高地 直接秒拆,拆完打盾 天灰,终于兵地 他说是这个高地本来就没什么血了 高地塔 露娜是更新的BKB 这样的话,现在VP在二局三分钟 破掉一步的话还是很稳 对 刚才VKB,就马上三击凑一步 打盾也是秒打 主要是FLATIC也送了一波 所以没过机会 刚才那波送来是很伤的 还是因为TK被抓 所以你选择新鲜的一波连锁反应 就有过来救 选择了一波开悟 抓对方打盾之后 抓一波对面打完盾 分散打全掉一清新 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在补肥业 这波他们没人漏线啊 发现了 开始讲 有奶酪 ST反出来了 这样的话反打了 打开BKB要腐王 但是有点打不过大胜 这波其他队友离得比较远 如果队友离得比较近 就直接一波 一波要跳了 这边是把腐王带走 大胜也死了 大过来收场 无疑也被带走 夜魔这边被流 夜魔残血 鼓一下一丝血 跑得很快 这个小Y是出了个什么动向 隐形锤 哎 是的 就是尸王后 然后他接隐形锤 在后面 营唱 我可以耗见诺物的血量 他这只出什么 我感觉都差不多一波 中转下直接上高 大胜买活 无疑买活 两个买活 这应该是本场比赛的 只会多了 这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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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波 那是有盾的 直接放大招 把夜魔赶走 夜魔这边是套着一个微光环 跑 哎 还没露头 我们来放了个技能 无疑被四 直接吊死 大胜是没大招的 直接咬死 大胜是没大招的 直接咬死 大胜买活死 大家能把本场比赛最后一波 可以提前恭喜VP三连冠 建立了巅峰联赛的王朝 我想先撤一波 经济领先两万六 破两路高地 就是六千七百块钱没消费 这个比赛好像 没有只要VP 对 我觉得VP是队员还发了个推 发了个推测 上一届怪兵里面 我就没只要我 好像是VP他们之前在拒绝的时候 没有 他们之前是说自己觉得 maner这个比赛不太重要 然后没邀请 嗯 我VP还是打出来了 后来表示说这个说法师都误会了 他们不是这个意思 正受到攻击 运气不自肥 哥哥哥 前面的给个兵星锤 最早就这么快 前面已经是铁压了 一被摧毁 装逼黑币击开 哇这是爹从脸 跳上来被渺阳啊 心肯也是被咬死了 三手咬死无疑 这样的话 我在这个是打出了机器 恭喜VP 三比战舍的 FNATIC 非常清楚 这个巅峰联赛第八赛季的总冠军 是实至名归对吧 对的 这样VP的话是 不许